美国时间周二 收盘主要股指涨跌不一 和标普500指数下跌 纳斯达克指数继续创历史新高 原因是人们仍然担心 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 对经济重新开放的影响 大型普遍上涨 苹果、谷歌、亚马逊 DFCEBOOK和奈飞股价均上涨 其中苹果涨幅1.55% 市值低近2.6万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电商股普遍上涨 阿里巴巴上涨2.85% 京东上涨4.24% 拼多多上涨5.39% 该公司将美国第四季度GDP增长预期 从6.5%下掉至5.5%